第一集 神舟魅力 天場地狗 這個馬的雜箱都頗麻煩 看他出雜點 粉紅衣的 全部馬不準備 妥當3D的頭關第五場 四班千四 準備 七號大熱 十四號起飛 好 現在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 看到中間一觸即發 外面神舟魅力 外面還有超彩大外擋粉紅衣 有天場地狗 中間高高加馬 內蘭順頭順腦 再在外面位置 還看到馬匹 有這隻是駕穴 最出連尼之星 後些馬 白肉 海旋白衣 內蘭威場 外面起落洋洋 包了落尾 紅衣 甜歌儀 跑到對面直路尾 天場地狗 一路鬆著 他要放 第二位 神舟魅力 望空 內蘭第三 守到一個好位 一觸即發 外面望空 有這隻駕穴 最出又是望空 戴眼罩 連尼之星 紅帽 中間位置 有起落洋洋 綠色衣 黃帽 高高加馬 在外面超彩 後面四隻 內蘭 黃衣 黃帽 威場 中間紅眼罩 還有順頭順腦 在外面還有 白肉海旋 白衣 最出 紅衣 還有這隻甜歌儀 前面透出的馬 見到天場地狗 其內 還有些 中間位置 連尼之星 中檔位置 神舟魅力 在第四位 一觸即發 內蘭武威 逐漸移出來 再在外面還有這隻喜樂洋洋 最後八多米 三隻馬在鬥 天場地狗 其內 連尼之星頂著第二 外面 神舟魅力 接近終點 天場地狗 放到 第二名 連尼之星 第三名 神舟魅力 第四名 高高加馬 一觸即發要拍照 結果這場賽事 真的都好像計不到 什麼馬放 天場地狗 放頭 結果在前面放到 連尼之星 望空也走上來 有個第二 神舟魅力 也是跟前第三 出閘之後 你不走我不走 最肯放的湯志傑 結果 爆冷 一放到底 開齋了 連尼之星跑第二 神舟魅力 第三 大熱門的高高加馬 都騎了一條直路 都沒什麼加速的 只能夠跑回第四 10號的獨贏 很難 62倍 六搭十幾連贏 當然也很好分 超過三千元 最支持 14580元 因為第二段 按得都太慢了 所以你見到 沿途在內蘭 以為守好位 那些什麼一觸即發 高高加馬 甚至超載那些馬 全部都在那裡 蹲了下去 高高加馬 本身是有少少 均速的馬來的 那些位就更加難跑 最後一位騎師 終於開齋了 蘇慧賢 一向都開倉 都很支持 湯志傑 他都不乎不躁的 這場跑得 在這個 最後直路上 一度被人趴上來的時候 他都是拿到暴雲 拿回節奏 慢慢再加速 除了頭罩 就贏了 因為上季尾已經加了個眼罩 就是在紐西蘭的時候跑得好的 上次跑得很頑 熱身開了氣 馬上爆大南門 那就是說今季 因為所有騎師都已經開齋了 全部騎師 全部連馬師都已經開齋了 阿田的連尼之星 就叫見到在中段的時候 選擇上來 因為見到我捕捉慢了 那都行喔 這一招 畢竟今天都戴了個眼罩 。。。 好啦,回來福榜 前面看到粉紅衣服,你不走我不走,他走了 天長地久,那麼快騎那麼快,裡面一觸即快也慢慢殺 起步不快高高加碼,騎兩步上來,偏偏又不再騎,結果被人蓋過了 裡面有隻順頭順路,中間神舟魅力開面就是連力之聲那些馬 中間白衣淺藍色帽就是駕穴,有點搶口,因為中段步速慢一點 後面就是超彩,拜祭海船,裡面威牆,尾爾開面喜樂洋洋,他又不快 包括裡面是田哥爾,看看是否可以追 中間就整群馬都檢查了,就是順頭順路,前面一觸即快入馬 後面整群都足後一格的全部都說 沒有啦,22秒72就太慢了,這裡是因為有連力之聲才上回來 23秒3,但其實也不是說快 所以神舟魅力也不是很規矩,回來還可以定得到 看看高高加碼那裡是否不夠位出的 因為開面戒月還未斷,前面有隻神舟魅力 追回第四 não很難打算 他都稍稍 cá 在這裡才雙扒出來 還要跟他們的隔月崩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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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又不是說能夠發揮的馬來的 不過在這個做法製之下,開面的白玉海船都追得不錯 復榜完筆,派彩作實。 維持Q6搭10派753.5,8搭10派1356,6搭8派310.5 四連環派14580. 馬國雄議員 記錄155-4搭5-50,總順席 小青 vision 準備好了嗎?